比亚迪真的太难了 说出来我自己都不行啊 比亚迪电动车销量超过特斯拉 本来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结果有一大部人又站出来阴阳怪气了 说啥的都有 什么比亚迪靠低价促销 出了国门就不行 更关键的是 既然有人说比亚迪是伪自主 然后有不少人还相信了 咱就奇怪 中国好不容易出一个世界级的车企 为啥这么多仇恨 你说比亚迪卖的便宜或者太贵都没事 但是你说人家是伪自主 这哪里是在阴阳比亚迪啊 分明是在剥夺中国电动车的成果啊 众所周知 比亚迪被称为汽车界的华为 这是因为他们的核心零部件都是自研的 比如刀片电池 三电 混动技术 甚至芯片等等 不仅自产自销 还反向供应给特斯拉等欧美车企 如果这都不算自主 那么中国其他车企算什么 再说了 比亚迪真就靠低价促销吗 真的走不出国门吗 真的是伪自主吗 当然不是了 如果你翻开比亚迪的车型 你会发现 比亚迪的汉售价超过20多万 腾市系列售价超过30万 仰望系列售价更是高达百万 而且卖的都还不错 说比亚迪靠低价促销 这就过分了呀 再说了 就算卖低价那咋了 特斯拉可以一直降价促销 大众可以在中国卖低价 为啥比亚迪就不能卖低价车型呢 汽车性价比越高 难道不是对普通人越好吗 然后咱再说说 比亚迪伪自主这件事 就更没有道理了 就说日本最擅长的混动技术 以上的混动市场份额 并在全球注册了 两万多个技术专利 当时汽车圈有一句话非常流行 如果你想做混动 得先得到丰田的允许才行 这可不是我们瞎吹呀 大众汽车够强吧 当初想向丰田申请混动的授权 都被拒绝了 丰田的混动技术就是这么强 可是现在呢 还有人记得丰田的混动车型吗 不但没有 在国内混动办的最好的混动车 就是比亚迪 2023年 比亚迪插电混动车型销量 占了全球的40% 三年增长了10倍 销量倒还是其次 更关键的是 混动技术是降维时超越 丰田混动发动机是以油混为主 其实还是离不开燃油车那套 而比亚迪的混动则是DM插混技术 说的简单点 就是以电能为主 汽油为辅 在工艺上完全超越了丰田的思路 2008年 比亚迪发布的首款插混车型 F3DM 就做到了油耗2.70每百公里的优秀成绩 2014年推出的第二代DM混动技术 当时搭载他的勤车型大卖6万辆 把丰田吓了一大跳 紧急放开了技术壁垒 降低赚利费来阻止比亚迪 结果呢 丰田并败如山倒 2020年后 比亚迪又推出了第三代DM系统 在发动机的性能上 完成了对丰田的正面超越 其实啊 也正是这个时候开始 比亚迪的销量开始飙升 所以说比亚迪没有技术 伪自主 那不单是在否认自家车企的努力 更是对丰田等车企的侮辱啊 如果是伪自主就能超越丰田汽车 那么丰田的技术底气在哪里啊 其实不只是混动技术 比亚迪IGBT芯片技术 也是世界领先 IGBT是用来转换能源的 只要你用到电 就离不开这玩意儿 所以啊 它也被称为电力装置的CPU 一辆新能源车上 要搭载几十上百颗IGBT芯片 可以说 没有IGBT 根本就没有新能源汽车的崛起 以往这个技术 都掌握在外企手里 但是比亚迪通过自言 打破了这个垄断 还记得疫情时期的缺芯潮吗 很多车企因为缺芯被迫减产 但是比亚迪不但没有减产 反而开足马力强占市场 就是因为他们可以自产自用 你说这样的车企是伪自主 就算是马斯克 都不敢这么说 其实比亚迪的技术积累 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 四轮电机 EHS电魂系统 刀片电池 整车智能等等 都是电动车领域的核心技术 不仅比亚迪在用 国内外很多车企 都在用他们的技术 对于这种车企 我们就算再不喜欢 也要保持足够多的尊重吧